那么这次两年的疫情使得我们大家懂得了生命 这个最高的人权对于在疾病毒这里 最高的人权就是生命 而且是健康的事 这个在我们每个人都体会高 那么当然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到现在取得全世界最低的患病率 十万分之八 很低很低